那其实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自动驾驶的汽车 已经不再是科幻片里的道具了 本案当中呢 其实赵八哥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来实施了两车相撞的 这样一个现实 为自己洗刷作案的嫌疑 对于这个张大师怎么看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案 就有一点像是高科技犯罪 或者是高智商犯罪 这个凶手他通过一些 高科技的工具或者是产品 来伪造案发现场 误导人们的一个正常的思维模式 但实际上说到底 我们如果要是从科技的角度来看的话 科技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 研发出来它的目的 其实是去导向我们一个刚好的生活 只不过在过程当中 被一些人利用去制造了 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法嘛 所以实际上也让我想到 学界对于科技是否具有意识形态 这个问题 也是一直在不同的争论的点 归根结底 我们使用科技的道德 永远是在我们人性的这个层面的 也让我想到了 之前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一个小说 叫做《献给阿尔吉隆的花术》 这本书当中其实有一句话 也很想分享给大家 那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正是因为有人性情感的调和 智慧教育和科技 才能够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所以其实与传统的这个犯罪相比 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贪污 盗窃 诈骗等犯罪活动 是更加的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 也是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加大打击力度的 感谢观看